大家好,我是道车请故意 本期视频我们来做一款火爆全球的遮掷 减压彩虹圈 我们看它的线条非常均匀 看起来很减压 并且它是可以变形的 摸起来的手感很好玩 可以变成一种手链的形态 可以戴在手上 如果你做的比较长的话 也可以当做一个项链 它有一种像金手链条的触摸感 可以无限翻 这样就是比较紧的状态 这样就是比较松散的状态 除了这样玩呢 也可以把它打开 变成一个长长的链条 像一只贪吃蛇一样 非常有意思 能长能短 非常的丝滑 如果你用不一样颜色的纸交替组合 它就会有一个彩虹的颜色 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教程 这个这种品 我们需要一些小一点的纸 边长是5到8厘米的正方形 应该都可以 我这里用的纸是A4纸 裁成大的正方形 再把它平均分成16份 它的边长大概是5厘米 先上下对折 上面的两个角向底边对折 翻到反面 这样翻上下翻 把上面的两个角向底边对折 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三角形 把它拿起来 看这一面 这里有个口袋 手指伸进口袋里面 把它这样撑开 向下压扁 压出新的折痕 折痕是这样的 现在一个小单元就整好了 像这样的小单元 我们先简简单单的做它40个 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拼接的方法 我们先以两个为例子 这面是开口的方向 把它插到这个里面 向下靠近 稍微留出一小段距离 这个距离是自己掌握的 大概这么大就可以 后续在连接新的组件的时候 它们的距离要尽量保持相当 据好距离之后 把这个纸层向回折 沿着这条边 压出一个折痕 再还原 把这个口袋撑开 把刚才的纸层 塞到里面去 好了 这样就锁紧了 反面同样 好了 看懂了吗 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 把40个组件都连接到一起 如果你想组合的快一点的话 可以这样放进去之后 不用先压折痕 直接沿着这个底边把它塞进去 抵住这条边 这样压 会方便一些 但是缺点就是 折的不是很精准 好了 这样一整条就折完了 我们试一下 如果你想把它变成圆环 可以这样 手尾相连 这里先压出折痕 然后再塞进去 这样就是一个圆环的形态了 能大能小能变形 摸下来的手感特别有趣 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环 我们可以翻它 这样就会变成一个 比较紧凑的环了 它的这些线条 看起来非常减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倒车请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调质